EXO成员编博弦和LOKO将发表全新合作曲,测机合作来袭,23日,之歌了解相关者,通过XSBORTS独家透露, EXO成员编博弦与嘻哈歌手LOKO近日在秘密地点见面,并进行了新曲的制作工作,确定将发表全新合作曲,二人此次也是首度合作,将带来怎样的歌曲也令人期待,但是目前合作曲的发表时间还在进行调整中,对比,SM方面则回应表示, 博弦与LOKO的合作曲目前,确实正在准备中,具体发表时间还未定,然而,在本月初就公布了消息,称LOKO8月入伍,LOKO于上个月接到了入营通知书,今年已经30岁的LOKO需要履行国防义务,目前正在等待入伍日期,LOKO近来在综艺上表现不俗,收获了不少的人气, 很多人也好奇是否能在入伍前推出最后的作品,看来这次的合作曲可能就是LOKO入伍前,带给大家第一份礼物,然而提到福兵役,昨日又一位男神级欧巴妮妮入伍了,根据所属社Q表示,张先生已经于24日入伍,依照本人意愿安静入伍,因此入伍时间和场所非公开, 现在陆军训练师,接受五个星期的新兵训练,预计于2020年4月23日退伍,张先生于24日正式入伍后,接受吴州的基础军事训练后,在现役军务工作,据悉,张先生在今年年初决定入伍后,一直在为此准备,收到入伍,通知随后便出了通知入伍的消息, 在今年年初,张先生又传出与韩国前国家代表体操拳手申秀制的恋爱绯闻,剧业内人士透露,二人因保龄球而结缘,从去年球天开始交往,有不少人看到二人在保龄球场亲密打球的景象,随后双方承认恋情,也表示已经交往了四个月,但好景不长,四月就传出了二人分手的消息, 对此公司也回应表示,申秀智和张先生确实已于最近分手,两人将集中于各自的工作,而如今分手没过多久张先生就入伍了,不知道当初分手是否也跟此有关,如今二代偶像团体最近也步入了该入伍的年龄,除了张先生外,Infimate队长金盛归也于不久前入伍, 而Highlight成员Infimate队,也将在结束电视剧拍摄后的不久入伍,希望欧巴们都能在两年后平安归来,也期待Logo和博贤的合作曲。